第十九十九十七十六五四三二一 我们是他们的奴隶 哈喽大家好,我是穿板鞋的猫 生化模式自2009年1月公测开始 至今已出78个人物角色以及21种僵尸 还有大量经典的地图 那么UP主今天将在这里讲述CS Online生化起源和延续的故事 通过逐个介绍人物角色,地图背景,僵尸诞生 最后衔接刀大再变,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由于人物角色众多,UP主驱除了与故事无关的角色 挑选出了和剧情有关的人物,僵尸,地图 还有许多下架的模式,逐个讲解 好的,话不多讲,我们把时间拨回2009年的那个春天 回到那个毁灭者的年代 多到角色,你还记得你抽中的第一个角色是谁吗 在驱除与故事无关的角色后,剩下了以下的角色 首先看一下崔祝林,他是透种部队出身的情报局特工 在游戏中,他首次登场于生化魔方 以通讯方式指挥队伍向研究所地下探索 在这里也会牵扯出一个被下架已久的栽变地图 决斗场 UP主深挖资料找到了陈锋已久的历史版本 这里是一段来自于雷克斯博士的对话 故事讲述了当初队员队打败了异形斗兽 向地下探索的途中 因通道错综复杂且僵尸数量众多 这其中走失了一批队员 而被雷克斯俘获 将队员们关在两个房间 用铁栏相隔 房间内各自摆放四台机器 要想活下去就要操纵机器 给对面房间的队友 释放将失货的陷阱 眼睁睁地看着队友死去 本章地图最后也没有说明 坚持到底的队员是死是活 不过按照雷克斯这样的变态心理 应该是无人生还了 我们继续讲回情报局 刚刚说完崔芝云 接着说跟他共同奋战过的孟瑶 孟瑶是经过严格训练 具备超高单兵作战能力的情报局新人 她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监视活动中的某个同事 而这个同事就是崔芝云 孟瑶的个人介绍 来自于落日位局的第二章节 伊琳娜与落日军团狼狈为奸 对抗CT阵营 崔芝云被捕 关押在一个基地内 孟瑶作为新人出战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暗中调查崔芝云 而后得知崔芝云是清白的 便展开了营救 说到CT阵营 就不得不说说著名的SAS组织 SAS为英国特种空情团 创始人大卫斯特林 该组织专门负责执行反恐 和特别行动的任务 是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特种作战力量 以短时高效完成任务而著称 在游戏中便有许多角色 都来自于SAS 这其中包括杰拉德 大卫·布莱克 安德烈·弗朗西斯 格雷斯等等 布莱克因为雷克斯研究所的事件而叛变 杰拉德被污蔑为同谋 踏上了寻找布莱克之路 在大灾变新地图《前前前进士》中 时隔多年的两人终于相遇 他们两人的故事对玩家来说是耳熟能详 而关于《前前进士》的详细剧情 我们后面再细说 他们的领头上司安德烈 是一名非常重要的角色 安德烈·弗朗西斯 又名麦克斯 SAS的高级军官 也是生化模式三中的英雄 标配武器英雄SVD和双持杀鹰 作为长官曾带领部队拿下过无数荣誉 在SAS有着不小的声望 他其中一场战役就来自于地图生化危机3 当年失落之城事件以后 未来一年的时间里 世界仿佛恢复了他原有的瓶颈 可有一个废弃的工厂却显得异常不妙 因城市的沦陷而废弃的工厂 却时不时地传出了不明机器运作的声响 不少警员进去探查 但不久后无线电便断开 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为了探明真相 组织调派了新的指挥官带领潜入 而这个指挥官就是安德烈·弗朗西斯 他带领了一支部队进入这个工厂 发现里面散乱放置着大量让尸体变异为僵尸的设备 再继续深入便遭到了僵尸的袭击 不过安德烈还是带领队伍成功清理了这个工厂的僵尸 这也就是《生化危机3》地图的故事 说到安德烈就要提一下《地狱围栏》的那个安德烈 许多玩家认为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 而UP主在翻阅某度的资料时 上面词条也显示确实为同一个人 并且曾经带领杰拉德和布莱克 一起进入过《生化危机3》的工厂进行倾角 而这便和剧情的时间线有所冲突 因为安德烈早在一年前的《地狱围栏》中已经牺牲 并且布莱克和杰拉德也在雷克斯研究所沦陷以后背道而驰 因此安德烈和安德烈并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这对剧情的影响并不大 另外因为某度词条的信息是用户都可以修改的 所以后面的内容我们便不从某度进行参考 大量的信息仍取自于游戏内的战场百科和官方的历史版本 好的我们继续下一个角色 维克特 政府军下属抗击僵尸部队的将军 剧情中首次登场一机甲风暴 不过早在地狱围栏找到了前队长安德烈的遗体 并获得了线索 而后在击败异刑兜售后兵分两路 一队向地下研究所继续探索 一队护送样本返回本部 而返回本部的这一队就是维克特的队伍 这个吃尽苦头的护送队 在返回的一路上都在损失队员 在机甲风暴中因先驱者的步步紧逼 被迫分割一支队伍在陌路古堡断后 之后在绝境杀戮中 异形斗兽逃脱 所有部下全部牺牲 只剩下维克特 之后被索伊营救才得以活下了 那么逃脱的异形斗兽去了哪里呢 我们要再次把目光放回落入围局的第二章节 当时伊丽娜找到了崔志云 却被突然出现的CT阵营包围 她想到了查先生提到的礼物 而放出来的礼物就是异形斗兽 而该地图与绝境杀戮同在沙漠区域 由此可见 这是同一只异形斗兽的可能性极大 在这之前 查先生提到过她前来找伊丽娜协助时 经济资助是主人的决定 她的主人就是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在全世界资助并搭建T阵营 并将自己旗下的科罗诺斯公司 研发的武器卖给他们 从中获取暴力 另外关于落日军团的详细介绍 相对比较敏感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自行搜索 那么我们说一说他们的主人 道格拉斯雅各布 他是道格拉斯财团的创始人 旗下拥有先驱者公司和科罗诺斯公司 并在世界各地都和T阵营进行着交易 断育雷魂 巨神兵 像这样的传奇武器和兵器要塞 都属于科罗诺斯公司 当然科罗诺斯可不止这几张牌 这个公司除了研发武器 制造巨神兵 他们还在秘密研发人形兵器 现身游戏的就有刀锋战皇 被遗忘者 毁灭者M77-2 死亡天使 Miss J 疯狂爆破手 另外还有人物角色 少兵卡巴斯 女王梅丽莎等等 都是已经被改造完成的人形兵器 从人物简介来看 卡巴斯像是疯狂爆破手一样 已经被彻底改造 只剩下对完成任务的执着 而梅丽莎则属于半成品 虽然躯体已经被改造 并清空了记忆 但她还残留着对道格拉斯的仇恨 如果按照流程 下一个人形兵器就是薰 不过在曙光降临中 和布莱克收集了许多资料 并且后来在星图前前进士中 布莱克决定加入索伊的联盟 这样强大的主角团 应该会找出方法避免薰被改造 而如果找到了避免被改造的方法 也将因此斩断道格拉斯 妄图制造人形兵器的阴谋 另外 道格拉斯旗下的克罗诺斯公司里 还有一个极为隐秘的角色 爱丽丝 爱丽丝是2011年1月26日 在游戏商店永久售卖 在同时期合金战争中 有着较大的优势 翻看爱丽丝的角色介绍 她是某政治家的养女 后来加入了克罗诺斯的防卫体系部队 并被分配到了NHP设备支援兵种部队中 NHP设备是克罗诺斯开发的一种纳米治疗粒子 在合金模式中 爱丽丝可以为玩家进行治疗 提高攻击和防御 而合金战争也只出过两张地图 后来也被下架 因此对于合金战争的剧情 我们只能通过猜测 但看表面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兵工厂和异度空间 都是由克罗诺斯搭造出来的场景 是一个用于提高士兵作战能力的训练场 类似于灾变地图无尽试炼 无尽试炼是雷克斯残党搭起的虚拟场景 而后被CT阵营拿下 加以改造成为了训练场 克罗诺斯这样的公司 想要搭建这样的场景一点也不困难 而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考 使命召唤高级战争中的阿特拉斯公司 他们也同样搭建起了极为真实的作战场景 只为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 还有第二种可能 异度空间的地图是在外太空 并且在当时看来 全图都充满了未来科技感 而在剧情里 和太空有关的只有那两位来自宇宙的角色了 他们与合金战争或许有某些牵连 当然 合金战争也只有寥寥两张地图 并且早已被下架 而爱丽丝也没有出现在大灾边的剧情里 只知道她是科罗诺斯的防卫兵 因此 这一条线的剧情也只能伴随合金模式的下架而中断 下架的模式还有生化盟战 阿部主圣挖资料 找到了12年前的历史版本 这是生化盟战上线当天的新闻公告 人鬼联盟 使玩家可以近距离的与僵尸在一起 降低了对僵尸的恐惧 而关于生化盟战的剧情 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故事讲述人类不仅成功研究出了病毒抗体 并且发明了操纵尸的新型药物 原本CT阵营和T阵营之间的脆弱关系荡然无存 CT利用这套生化药物 联合被操纵的僵尸对T阵营基地发起了攻击 然而在基地内等待CT阵营的却是雷克斯博士 因为事故变成僵尸的雷克斯博士 为了报复当初企图陷害自己的CT 带领手下的智能生化物种 以T阵营煞血为谋 共同对抗CT UP主看到这段故事也是一脸问号 更难以置信的是它是出自官网 但仔细看了一下模式上线的时间 生化盟战上线于2009年7月1日 而第一张大灾变地图 失落之城 则上线于5个月后的12月9日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段故事要么是编剧喝了酒以后写的 要么就是离职前的最后一篇文章 或者当时的编剧并没有想到 要构架出现在的大灾变故事宇宙 在2012年1月 推出了系列版本 金生尖效 其中包括三个新模式 1月4号上线的幽灵模式 从食人房间里随机挑选一位玩家 变身为幽灵 与其他9位玩家对抗 紧接着1月18号上线的第二张 生化大逃杀 人类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到达终点 僵尸则需要感染所有人类 阻止人类逃脱 2月8号上线的最终章火箭炮战模式 以团队决战为基础 只能使用模式限制的火箭炮进行对战 游戏里可破坏的建筑和场景 让破坏程度达到了极致 而这三个模式到现在已经下架了两个 只剩下生化大逃杀 而大逃杀为数不多的官方地图 使得玩家不得不在缔造者模式中 自创许多优秀的地图 在这里UP主也为自己打一个广告 喜欢玩生化大逃杀的玩家 可以到电信2区搜索UP主三年前的获奖图 什么要逃亡 那么以上便是金声尖笑三部曲 2013年1月23日 上线了一个新的模式 昼夜求生1 现如今早已下架 在这个模式中 玩家需要在白天收集物资 夜晚在庇护所抵御僵尸 一年以后 2014年的2月26日上线了新的版本 昼夜求生2 增加了新的地图 还有地图的专属武器 而新地图荒漠死域的背景 是在茫茫沙漠 这里耸立着一处用钢筋混泥土建立起来的 废弃工厂 荒芜人员的环境带来了令人恐惧的寂静 昼夜求生也没有加入到主世界的剧情 所以我们直接跳过 我们来说说另一个被下架的模式 据点突破 在2013年1月9日上线的一个新玩法 玩家需要围绕一辆押送车进行对抗 而剧情讲述的是 T阵营的前干部被抓捕后 成为了特殊研究的实验体 在CT阵营押送实验体的途中 T阵营早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一场战斗再次展开 通过该版本的CT动画和版本介绍来看 CT阵营押送的那个实验体 就是后来在绝境山路中 与维克特队伍对抗的那个boss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 此次CT的押送任务是失败的 后来这个实验体在T与CT的交锋中逐渐苏醒 我们当初应该珍惜还不会玩电剧的他 那这也就是据点突破的剧情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个boss的前传故事 另外还有刚下架不久的生化模式4 相对于生化模式3 它可以说是耳目一新 里面的僵尸通过全新设计 要比韩服的母体和刺激看上去更加正硬 它们有出现在灾难先造的大楼 那要说剧情有关 也只能是失落之城多年无人造访 私生了许多奇特的变异 它们便是其中一部分 其实不难看出 在2014年推出了生化模式4后 官方也曾智力有声地向玩家抛出四大保证 可随着开发团队对生化4的不闻不问 还有停止更新 导致该模式的人气急速下降 最终成了玩家调侃的话题 不过伴随暂时下架的新闻公告出现 想必是官方想利用该模式进行优化或升级 可能以后还会出现在生化Z或者生化S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 2011年4月27日 推出了一张大灾变活动地图 噩梦之末 玩家需要通过活动方式获得噩梦之实 才可以创建该房间 总共5关需要打败5个boss 而在当时没有神器 只能靠玩家的团结才能通关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通关十分困难 当然神枪首家死亡骑士就另说了 在击败最后一关的boss奥伯恩后 凋落的奖励宝箱中 有几率捡到中国红AWP 通关18次噩梦之末还能得到射魂摩连 阿布主曾经为了得到这些武器 也是干了无数个通宵 在随后的几年内 作为活动地图 还陆续推出了剧毒陷阱 击灭幻境 狂乱本源 这都是类似于噩梦之末的彩蛋型的活动地图 打败各个boss后而获得奖励 以及2014年11月5日 昙花异仙的地图 晋级的巨人 在当时可以说是完美的联动 但随着现在的活动越来越多 这些地图已经退出了游戏历史的舞台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放到遥远的欧洲 去看看那里的人物角色 主要角色有费尔南瓜 啊不对 费尔南多 布莱尔 安吉利娜 亨特 斯佩德 还有僵尸 松葬者和嗜血女妖 费尔南多毕业于西班牙神学院 以退魔师的身份走遍了欧洲 排除了各种危机 这也带出了他的拿手武器 圣水手雷 在费尔南多的介绍中可以看到 他在德国某地退魔行动中死亡 而在永恒费尔南多的介绍中看到 他并没有在那次危险中死去 并且觉醒的身上潜藏的名为永恒的强大力量 当然 关于每一个霸主角色赋予的前缀称号 还有独特的特殊力量 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为了给霸主角色一个不同的标识 而和故事剧情没有关系 否则将会比宇宙势力更加难以置信 好的 下一个角色布莱尔 他是出生于爱尔兰的一名猎手 经常接受非正式的委托 排除一些特殊的麻烦 在夜内有着极高的声望 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失踪 自此以后 整个欧洲便开始遍布关于僵尸的怪异传闻 很多人认为这和布莱尔的失踪有关 安吉丽娜家族因为僵尸的出现而惨遭灭门 只剩下他一个 从此他与僵尸结下了不解之仇 他手中的特制猎枪 专为扑杀邪恶生物而打造 也就是那把有着超强击退的四拐猎枪 在这个地方也会带出一系列的地图 暮色修道院 镇魂之地和起源之地 这里也是一切病毒的诞生处 在很久以前的中世纪 有一些心术不正的魔女 他们生前不断地煽动的那些异教徒 而后来在被拷问人员的酷刑下丧命 而拷问人员也就是如今的送葬者 两个僵尸的生前故事都在中世纪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死后所埋葬的地方 成了现在的暮色修道院 从这个简易的教堂和村落看来 这里的村民似乎在供奉着什么 他们所供奉的 就是那些死而复活 永远喂不饱的僵尸 在这样通讯落后 没有辨别能力的地方 他们认为死去的人能复活 那就像上帝显灵一般的存在 然而因为僵尸的突破 最终还是导致了这个村落都惨遭感染 死去的村民在复活后都变为僵尸 这个村子就此沦陷 安吉丽娜家族被僵尸灭门 接候布莱尔的介绍 失踪以后便流传开了僵尸的传闻 通过视觉女妖上线的CG宣传片看来 布莱尔的失踪应该是凶多吉少 此时也是病毒大规模爆发的阶段 费尔南多继续秉承退魔师的职责 继续在欧洲大陆消灭着僵尸 也就是这个危险的村子 在僵尸泛滥后仍有部队来造访 而这支部队 就是将病毒连接到失落之城的关键 我们后面的故事流程会详细说明 下一个角色 亨特总是能在僵尸出没的地方现身 干净利落地剿灭僵尸 不知为何 他似乎对僵尸充满着无限仇恨 也许亨特和安吉丽娜都有着同样的遭遇 在发现狂暴形态僵尸后 他便以特殊身份加入了负责救援的部队中 亨特更像是一个流浪侠客 路见不平地帮助身处危险的人们 另一个角色 斯佩德 原名和背景不祥的谜一般的人物 通过介绍得知 斯佩德是一名杀手 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也没找到这个人 不过 杰和亨特 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 那么说完遥远的中世纪还有欧洲 我们把目光向上移动 去看看天界的那些宇宙人 在大灾变中 首次出场的宇宙势力便是阿克塞恩和阿坦尼斯 他们为了回收端雨雷魂而来到地球 通过两人的对话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强烈的对比人设 也由此可以看出天上也有斗争 也不是太平的 从武器星河仲裁来看 它是象征仲裁者绝对权威的传奇武器 作为守护宇宙平衡的最大仪仗 为是因战狂的战斗风格而改造 同样来自天界的武器还有 曙光灰翼 天伐龙枪 辉煌圣剑 其中龙枪的主人魔龙艾西亚 是从沉睡中苏醒的远古存在 以游戏的心态操纵变异的僵尸四处破坏 此时来自天空的敌意使其玩心更胜 而天空的敌意就是天使乌列尔 他是来自天界的使者 全身覆盖白色的战斗装甲 他在为帮助人类应对僵尸这一致命威胁战斗的时候 艾西亚搞出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 可以简单看出 此时的剧情已经是天界势力到达了地球 帮助人类一同应对僵尸 然而有白光就有黑暗 艾西亚以玩的心态操纵尸并四处破坏 而他们这对CT也一直进行的对抗 包括以后宇宙势力与道格拉斯相连 那时候神仙打架的画面就像极了现在生化的房间 但我相信这绝不是玩家所希望看到的灾变结局 我们更希望接受一个实实在在 有血有肉的故事结局 而不是僵尸遍地跑 神仙满天飞的画面 这样的场面 玩家每天都在生化房间里上演 而故事剧情我们相反的 更希望他能合理而可接受 宇宙角色的设定 我们更希望他只是单纯赋予角色的一个人设罢了 而并非一定要强行加入到故事剧情的行列 假如正在看视频的你所希望的和我一样 那我们一同为这个编剧打出适可而止吧 接下来我们会用一点时间来聊一聊和剧情无关的部分角色 剑民 勇人 夏琪 还有朱迪 剑民是黑帮安排在警队的内应 而勇人是警方安排在黑帮的卧底 从人名和身份来看 就知道这是在制定电影《无间道》 还有夏琪 他表面是一名站在娱乐圈顶点的摇滚明星 实际身份却是一个代码为IS的贩毒团伙首领 这就是所谓的顶流吗 都说艺术来源于现实 结合当下 我现在十分认同这个观点 夏琪的一生之敌是朱迪 后来夏琪却再次越狱 而后他们一直持续着警匪纠纷 他们四人更像是存活在洛盛都那样的世界观 而并非是洛之城这样僵尸横行的世界 无论生化还是灾变 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剧情 所以关于他们的故事 恐怕只能玩家接合人物来自行赋予 虽然夏琪的介绍有被提到他认识了大卫布莱克 不过这更像是官方试探性的挖了一个至今也没有填上的坑 所以我们不做过多的罪数 同样的还有第一对上线的霸主角色 邪皇弗勒蒂卡 圣地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是神圣教廷的书籍主教 弗勒蒂卡是强大的帝国女王 类似于这样的角色还有很多 比如穿越而来的蜜桃奶奶还有月夜娜娜 以及新角色火喵克莱尔和幻音泰丽莎 他们没有加入到故事主线的剧情中 或者暂时没有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人设 每一对角色也有适合自己的世界观 这些角色和故事无关 我们不做过多的讲解 下一对人物角色的故事被挺发生在朝鲜 雷文畅和叶无心 叶无心曾效力于一个特殊部队 神纪营 而现在他早已结甲归天 反观雷文畅却不一样 他谨记先祖的复兴大业 表面上正气凛然 实则为人狠利 为复兴大业不择手段 这一对角色上线于2020年5月20号 与2019年古装丧事韩剧《亡国联动》 而这两名角色的故事也发生在对应的朝鲜 也并没有加入到再变的故事剧情中 除了朝鲜还有故事发生在越南的一对角色 2015年5月13日上线的版本《越南战役》中 新增了一对角色 克里克斯和海莉 海莉出生在东南亚 从事僵尸研究的Z研究所的科学家 也是优秀的战士 而克里克斯是一名佣兵 喜欢单独行动 曾作为间谍深入反恐精英部队 数次恐怖行动成就了他的名声 他的实力也得到了敌友双方的重视 不过在故事剧情中并没有加入两人 以上这么多和主剧情无关的角色 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故事块各自独立划分 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背景 还有一些角色没有加入到单独介绍的队列 他们会在后面的故事流程中一一出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武器 说到武器 你还记得你抽中的第一把武器是什么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出自游戏中谁人之首吧 首先是AGS研究所 也就是后来索伊加入的宙斯顿研究所 这里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优秀科研人员 尤其是在武器的科研开发方面有的相当出色的表现 宙斯顿旗下所研发的武器 就有我们熟悉的火神系列 斩魂系列 幻影系列 研磨系列 另外死亡系列 雷电系列 激流 还有暗压系列 官方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一方研发 我们也不做强行的归类 当然宙斯顿研究所的武器可不止这些 还有最新的稀有武器 湖光回旋刃都出自于宙斯顿 由此可以看出宙斯顿研究的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 就是这样一个研究所 和雷克斯研究所一直进行着武力对抗 持续着武装输出 不断的挽救着这个兵力灭亡的世界 另外 道格拉斯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团 自然也有为兵力研发武器 明造一时的粉碎者系列就来自于旗下的克罗诺斯 那么讲到武器还要带出两名角色 亨利 斯托尔诺和简 史密斯 他们两人也是武器的研发人员 且是师徒关系 战魂系列是由亨利加以改造 而命运寂静之音是由简 史密斯 基于失落之城研究所所发现的音波能量技术而改造 最后史密斯加入了T阵营 而他师父亨利就在对立的CT阵营 也就是UP主整理到这里的时候 才知道雷克斯博士研究所到底有多牛 下面我们来看看 当初失落之城沦陷以后还有哪些意外发现吧 除了寂静之音 还有粒子风暴 粒子激光剑 破晓黎明 死亡射线 这些在当时充满未来感的武器 让玩家眼前一亮 而他们都是失落之城沦陷以后 后来的人在研究所发现了这些技术并加以改造 如果当初不是T阵营角局 相信雷克斯还能研发更多的武器 雷克斯博士研究超级战士Z病毒 掌握了许多角色的改造资料 还能研发这样的武器 因为战斗短短几年内 他挪动了好几个地方持续秘密研究 没有谁能比雷克斯更敬业了 那么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武器 角色 模式 我们把前面所有的零散碎块进行拼凑 来还原这个我们已经斗争了十几年的生化故事吧 在遥远的欧洲 有一个远离文明的村落 这里的村民侵奉着一些可怕的神 这些神死而复生 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但他们没有理智 许多村民都惨遭屠杀 慢慢的村子沦陷了 整个村子都充满了僵尸的嘶吼声 得知这里有危险 以为爱尔兰出生的猎手布莱尔赶来 却在排除这些麻烦的时候失踪 从此咬无音信 而僵尸的病毒也从这个时候逐渐向外扩散 另一边 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不断壮大 后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 T阵营 他们对各国政府的渗透力度也在逐渐加大 世界各国政府为了给予反击 成立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 并且由各国部队共同打造了一个精英部队 简称CT阵营 两个庞大对立的阵营相互对抗了许多年 但经过多年的战斗 CT阵营因为各国的体制问题 最终导致了即便拥有强大的武器 却仍然敌不过恐怖分子 多党政府会议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将CT阵营的士兵改造为强大的超级战士 并启动了超级战士计划 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就是雷克斯博士 但要将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进行强化改造 谈何容易 不是人人都是美国队长 强化人类也不是简单的实验 雷克斯博士长时间的研究毫无进展 他听说了欧洲发生的死人复活屠村的新闻 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于是他派出了一支队伍前去调查 当这支队伍远渡重洋来到欧洲 找到了这个村子 这里的人看到队员们变疯狂扑析 队员们在修道院内进行着惨烈的战斗 一名队员说 是不是没什么希望了 之后他们看到远处一片墓地中 散发着微弱的灯光 队员们边打边退来到这片墓地 很久以前 这里是个相当偏僻而又宁静的城镇 而这一切都被那些散发着恶臭腐烂的尸体 彻底破坏了 从阵魂之地的地图介绍来看 当初病毒爆发后 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 有的被紧离枪 而有的成为了僵尸的一员 同时期安吉丽娜 布莱尔 费尔南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时候 直到这里彻底沦陷 到现在 队员们的造访 使得这里的僵尸再度活跃 队员们最后退到了这片墓地之下 然而 因为僵尸身体高度腐烂 血水与浓水的渗入 使得埋葬在这里的尸体也破土而出 死人复活由此而来 在惨白的月光下 整片墓地充满了僵尸的嘶吼和队伍脆弱的枪声 但是在强烈的求生意志驱使下 队员们在目的中坚守到了第二天 僵尸大军的数量还在急速扩张 并且由多种类型构成 多种类型就包括母体 刺激 死而复活的嗜血女妖 还有送张者 他们将为数不多的队员驱赶到角落 准备最后的进攻 而生还者发动的绝地反击 使僵尸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最后 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队员 成功歼灭了僵尸 并从他们身上提取了样本 成功离开了这里 雷克斯博士获得了僵尸样本 便开始进行研究 然而因为T阵营的底卧渗透 导致了这个秘密计划被流出 T阵营得到消息后 决定炸掉雷克斯研究所 阻止这个计划 这里的故事就来到了 官方宣传片的《生化狂潮一》 2009年1月21日 T阵营的一支部队攻进了雷克斯研究所 开始与研究所内的CT阵营进行对战 然而面对T阵营的突然袭击 CT阵营被打得连连败退 最后因为CT阵营的一个疏忽 导致了T阵营成功引爆了C4 也就是这一枚C4 从此炸开了这条生化之路 爆炸区域位于研究所的B2区 也就是地图生化研究院 由于爆炸地面坍塌 CT和T的部分队员 掉落到了下层的B1区域 这里就是地图生化危机一 按照该地图的描述 这个区域曾经是进行生化物种研究的场所 由于实验失败 研究所将所有用于实验的生命物种 都封锁在了这里 但刚刚的爆炸 让这些沉睡的物种苏醒 而这个区域所封锁的生化物种 可远不止我们看到的母体和刺激僵尸 在队员们落入这个危险区后 很快SAS组织便派来了营救小组 到达了研究所 这阵营救小组的首领 就是安德烈·弗朗西斯 他带领着部下大维布莱克和杰拉德 队伍计划通过士兵训练用的C楼进行迂回 但是当他们进入B1区域必经之路C5区域时 受到了僵尸的袭击 C5区域也就是地图生化危机2 营救小组所有人都没见过这些毫无痛感 拖着残缺身体向队员咆哮的物种 最后导致营救小组也被士群冲散 大维布莱克在混乱中躲了起来 在暗中他看到了让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画面 在生化危机2地图的介绍中 营救小组虽然奋力反抗 却惊醒了长期生眠在研究所的新型生化物种 结合同时期的生化模式2的上线 这个新型物种就是暗影巴比 这个特殊的物种 此时T阵营在逃脱时碰到了布莱克 布莱克为了活命 将组织的机密资料出卖给了T阵营 换取了生存的机会 而后续布莱克的故事 便是在绝密档案第三关与索医相遇 雷克斯研究所就这样废弃了 而这不仅仅是一场爆炸这么简单 雷克斯博士表面研究超级战士 而在研究所的下层区域 却存放着大量的生化实验物种 因为这场爆炸这些物种得以苏醒 除此之外 从其他僵尸的介绍来看 这一场爆炸还诞生了许多的物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普通僵尸 首次发现于研究所的B1区 这就包括刺激僵尸和母体僵尸 其中还有新物种 暗影巴比 迷雾鬼影 曾是雷克斯博士的得力助手 在这一场爆炸中不慎感染病毒 吸收了大量爆炸产生的烟尘 因此这个僵尸的技能便是释放烟雾 从而降低伤害 腐化暴君 它是研究所的警卫人员 研究所爆炸受到了化学废料的影响 全身沾满了有毒物质 这也是腐化暴君的外形 看起来要比其他僵尸恶心的原因 痛苦女王 研究所工作的女性研究员 她和腐化暴君感染了同样的化学废料而产生变异 可为什么痛苦女王会这么的 追猎傀儡 曾经是一名女杀手 任务中遭遇爆炸身亡 面目全非并失去了双腿 后通过雷克斯博士的实验而复活成为僵尸 一名女杀手出现在研究所 看来想要消灭雷克斯博士的人可不止T阵营了 包弹狂魔 雷克斯研究所的生化兵器研究员 自身与包弹兽炉完全融合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化模式中用到的兽炉 就是这个僵尸生前所研发的生化兵器 在这里提一下这个生化兵器 包弹兽炉 字面理解是由动物的头颅改造而来的爆炸性生化武器 在游戏中被改造的动物可不只有狗而已 在这里要带出狼魂纳塔利亚 它是超级战士计划的兽化实验体 经过调制的躯体表现出了野兽的特征和强悍 结合曙光降临的环境来看 雷克斯博士涉猎之广泛远远大于我们的认知 雷克斯研究所的其他区域还布满了泡在毒水里的植物 它们形态各异有大有小 说不定今后我们还会遇到植物型的boss 而纳塔利亚作为兽化实验体 也可以看出雷克斯博士试图将动物和人体进行结合改造 制造出各个种类的超级战士 包括朱雀、罗莎贝拉也是由克隆体改造而来 嗯...可以看出雷克斯博士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成功的 至少...对吧 那么以上便是研究所爆炸诞生的僵尸物种 另外还有一些僵尸的背景难以查找 UP主在这里也不去过多的放大描述 如果有知道的玩家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为大家进行科普 研究所爆炸当天 索伊因为这场爆炸而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便开启了绝命档案 研究所内哀嚎不断 他想到了因为刚刚的爆炸 很多用于实验的绝命药机都泄漏了 他跑到了存放样本的研究室 带走了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能研究出疫苗的样本 也就是这个不会开枪还穿着高跟鞋的女人 最终独自一人逃出了研究所 逃出了失落之城 最后遇到了正要离开的布莱克 布莱克在研究所内见过索伊 他说我知道你跟他不一样 在索伊的请求下 布莱克帮助索伊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随着病毒的扩散 失落之城被隔离 安德雷带领一支先遣队到这个地方调查 这里因为僵尸的数量增多而变得十分危险 队员们在调查不久后便与歪界失去了联系 在后来地域围栏中 先遣队全部阵亡 紧接着两天后 政府派出了增援到达这里 这个增援部队的领头人就是维克特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前队长安德雷的遗体 在他的致记中看到用一个奇怪符号标记的地方 救援队一队人马来到这里 却因为战斗惊动了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他们立刻开始销毁资料 雷克斯博士也释放了异形斗兽 开始攻击救援队员 在经过了一两个小时的战斗后 异形斗兽被击败 救援队取得了样本 并捕获了异形斗兽本体 他们现在要将异形斗兽和样本送回总部 但调查还得继续 于是队员们兵分两路 维克特带领一支队伍护送样本返回 另一支队伍继续向研究所地下探索 这一队来到这个复杂的地下 才发现这是个愚蠢的决定 研究所地下通道错综复杂 后来还走失了一批队友 被雷克斯暗中俘获 构成了决斗场 其他队员在通道内迷路时 特攻崔志云通过远程协助 传达了上级下达的撤退命令 而当他知道队伍都所在地后 他立刻切断了和上级的联系 并开始协助队员向下继续探索 因为他知道地下深处有更大的阴谋 最后队员们来到一个小仓库 而此时雷克斯同时释放了三只异形 分别是急速异形斗手 奥伯恩还有迪欧斯 而异形斗手转身开始攻击队员 奥伯恩和迪欧斯则离开了这里 在全力抵抗下成功打败了这只急速异形 根据穷途末路首页的介绍 这批队员在离开这个研究所地下后 紧紧的追着另外两只 而不久后奥伯恩便被政府军的另一个部队所捕获 我们扮演的队伍立刻前往支援 但奥伯恩破坏力极强 而有人选择了退役 直到了一年后 在媒体的采访中 他讲出了这个故事 在奥伯恩死亡的一年后 这时候的索伊已经加入了宙斯顿研究所 成为了一名高级研究员 当初逃离失落之城后 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雷克斯博士 因为他知道 即使失落之城研究所没了 博士一定会想方设法换地方继续研究 在这一年时间里 索伊通过努力最后找到了一点关于博士的线索 地点是位于加勒比海域的一处丛林 他远程协助LS小队在丛林中探索 可刚进入这个丛林 队伍便遭到了僵尸的袭击 直升机之后莫名坠毁 在失去了空中支援后 队伍选择了撤退 索伊派出的支援到达了瀑布空地后 出现了一年前离开失落之城的迪欧斯 这时的迪欧斯还没有进化 被队员打得奄奄一息 迪欧斯间状不妙 穿入了下水道 在下水道内完成了二次进化 后来队员们乘胜追击 但聪明的迪欧斯继续逃脱 将队员们引入了一片沼泽地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突变体 阎魔 队员们在和阎魔对战时 给迪欧斯留出了足够的进化时间 当队员们追到建筑时 迪欧斯已经完成了最终进化 获得了新的异形代号安格拉 在索伊派出的空中支援 和队员们的地面火力共同攻击下 最后一只异形斗兽也终于被消灭 时间回到一年前 在另一边有一条新的故事线加入 佣兵团队长吉姆和诺曼产生了分歧 因为他们都想接下先驱者公司的委托 但吉姆了解先驱者的一贯作风 他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 自己带着那个东西选择与政府合作 他驾驶烈焰号去与政府签订合约 在路上 吉姆被先驱者的鱼鹰追杀 鱼鹰不断放出无人机攻击列车 而他驾驶烈焰号的行驶路线 就在维克特撤退队伍的下方 鱼鹰把维克特的队伍也当成吉姆的人一起攻击 后来吉姆和维克特通过无线电联系后 达成了一致共同抵御这个空中怪兽 维克特队伍降落在了烈焰号上 合作打下了鱼鹰 后来在沙漠车站还击败了XT300铁甲威龙 而另一边 杰拉德正执行一个神秘人的委托任务 就是在一个北方研究所内调查有价值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一些研究样本 当杰拉德甩掉了僵尸 这个委托人也联系到了吉姆 他让吉姆和杰拉德一同将样本互送到指定的地点 因此吉姆便在沙漠车站和维克特分开 然后与杰拉德去会合 一同将样本送到了委托的地点 可委托人看到样本已送达 却释放了成群的僵尸袭击队员 怒气冲冲的吉姆决定揪出这个不礼貌的委托人 于是和杰拉德攻进了研究所 击败了饕铁以后两人分开继续深入 也就是队友们进入基地后 委托人就已经把基地外的研究样本带走了 这个神秘的委托人也大胆的露出了真面目 他就是雷克斯博士 他还说 多亏了你们完成了委托 我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 两人一路上的破坏 让研究所内的各种设备逐渐瘫痪 之后在一个军事基地外 打败了被博士改造的两个女儿 痛哭着双子 后来地面爆炸全员落入矿洞 这也使他们更快的来到了基地终点 在这里遇到了雷克斯博士本人 此时博士完成了对自己的最终改造 在众人面前 博士变成了一个究极缝合怪 邪神 但面对正义 雷克斯博士伴随最后一声枪响 永远的躺在了这里 在之前吉姆离开沙漠车站以后 罗曼也背叛了他们的佣兵团 并把佣兵团朱蒂的诸多信息出卖给了先驱者 自己也成为了先驱者公司的作战参谋 这天在先驱者基地内 罗曼正在给吉姆写信 一个警卫突然跑了进来报告 之后两人便一同跑出了办公室 原来他们所处的先驱者公司 已经进入了大量的僵尸 于是罗曼带领队伍朝着格纳库前进 可刚到这里 基地的羽影就已经起飞 抛下了罗曼众人 而被感染的泰坦也开始攻击他们 无奈之下 罗曼只好向布莱克求援 布莱克接到消息后 便带上薰和队伍一同前往先驱者基地 营救诺曼 但意外时有发生 在基地外和铁甲巨蟹对战时 薰身负重伤 他们在基地中的一个中转枢纽处 安顿好了受伤的薰 此时诺曼却在基地内 派出了一只破面中甲劫走的薰 布莱克一队人马为了救回薰 深入地下 而诺曼意识到队伍的来临 便启动了基地的核心防御系统 库拉肯 然而随着基地内废水的注入 库拉肯早已变异 并将诺曼一口吞下 最后布莱克来到地下 打败了库拉肯 救出了薰 在先驱者基地沦陷之前 道格拉斯给卡里托下达了一个任务 并一定要他亲自带队执行 这也就是地图绝命背叛 作为战斗经验丰富的拥兵队长 卡里托很快地完成了道格拉斯的任务 当他们准备返程时 却一直联系不上基地 于是众人驾驶飞机快速返回 可就在抵达基地时 战机出现了故障 坠落在了基地上方 于是卡里托带领队伍开始清理基地内的僵尸 可道格拉斯却一而再而三地拖延着卡里托 其中有几句话 卡里托说 我们还在继续搜寻 道格拉斯说 搜寻什么 如果是幸存者的话 装载幸存者的直升机早就从基地出发了 而这里的幸存者 就是假死的诺曼 当卡里托众人来到机场 此时诺曼已经被接走 实际已经成熟 道格拉斯驾驶卡曼奇给卡里托迎头痛击 卡里托被炸下一只眼睛 他发誓要找道格拉斯报仇 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沙漠车站 维克特和吉姆分开 继续护送样本 在护送途中 捕获的异形都受逃脱 紧接着又被跟来的先驱者包围 而带领先驱者的就是诺曼 虽然维克特接住空中支援 暂时击退了诺曼 但后来接到了总部的一个紧急命令后 刚刚还帮助维克特的空中支援 却马上对这片区域进行了覆盖轰炸 维克特异形人还险些丧命 伊弗林告诉他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政府军的大规模空袭要开始了 维克特越来越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过多久 诺曼再一次将维克特包围 并且杀死了维克特的所有部下 连维克特也险些被害 在后来索伊的营救下 维克特活了下来 并且加入了索伊的联盟 不得不说身为政府军的维克特 排面就是不一样 能让周斯顿放出如此气派的营救场面 反观前行星师的布莱克 明明曾经帮助了索伊 后来却连索伊都没有见到 见到杰拉德还被一顿数落 心疼布莱克三秒 另一边 在雷克斯研究所废弃以后 杰西卡收到了一个关于超级战士的情报 在灾难先兆介绍中有一句话 为了克服曾经在失落之城中的恐惧 因为游戏中 杰西卡是直接出现在了大灾变第五季 所以这便需要了解杰西卡的过去 他曾经凭借妖艳魅惑的外表 顺利潜入了雷克斯研究所 调查神秘组织的阴谋 后来身份暴露被监禁在地下室 一次偶然的机会利用看守的疏忽成功逃脱 在地下室收尽屈辱的他 决定拿起枪让自己变得更强 在战神杰西卡的个人介绍中了解到 杰西卡这时候已经成为了超级战士的实验体 也就是全面回忆的第二章节 关于杰西卡的回忆部分 杰西卡和男友杰克因为身份暴露被监禁在地下室 二人在昏迷中都被注射了某种药剂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研究所并非是洛志城中雷克斯博士的研究所 而是位于荒山之中的地下 杰西卡在这里捡到过曾经自己掉落的身份证 也是因为曾经逃离时遗留在这里的 然而因为身体被改造丧失了部分记忆 从血域迷城中雷克斯和吉姆的对话得知 因为雷克斯博士的投资人 已出现僵士为由和他断开联系 博士的投资人便是故事开端的多党联合政府 他们投资希望雷克斯能研究出强化士兵的方法 却没想到T阵营的介入导致了生化病毒爆发 T阵营只是想阻止超级战士计划 却没想到炸开了地下存放的生化物种 失落之城事件以后 政府迫于压力 停止了超级战士计划 并断开联系停止对雷克斯博士的资助 如今没有了经济来源 他却依然可以建起庞大的地下研究所 还将研究进行的热火朝天 这个新的经济资助就来自于道格拉斯财团 雷克斯博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他从此时已经成为了道格拉斯的一枚棋子 多党联合政府理想中的超级战士 是能够抵御恐怖分子 像美国队长那样的强大士兵 而道格拉斯想要的超级战士 却别有一番用心 我们回到回忆部分 杰西卡和杰克趁着守卫的疏忽 逃出了关押室 后来还遇到了争论中的索伊和雷克斯 二人没敢多留 一路上不断寻找着向外逃脱的方法 却在后来安娜头下的炸弹中再次晕倒 杰西卡丧失了这段记忆 而杰克被道格拉斯的人暗中带走 回到现在 杰西卡带着任务重返这个谜一样的城市 这里因为长久无人造访 城市里到处覆盖着树木 他们一行人穿过城市 最后遇到了一个自称刀锋战皇的超级战士 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当队员们打败了刀锋战皇 刀锋战皇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也和我们一样吗 杰西卡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 刀锋战皇已经看出了杰西卡潜在的超级战士基因 之后他想带领杰西卡了解真相时 却被暗中跟随的神秘组织当场击毙 当然我们玩家都知道 这个神秘组织就是道格拉斯的人 这里会有玩家问道 为什么不连同杰西卡一同击毙 这样道格拉斯以后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劲敌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细说 刀锋战皇逼命 让杰西卡意识到这背后还有第三方势力 于是他带领队伍尽快离开了这里 后来根据任务的指引 队伍来到了一个荒山的研究所 杰西卡在这里捡到了他的证件 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他的证件怎么会掉在这个地方 当他们刚要准备进入地下室 这里便发生了爆炸 偏偏要在进入地下室发生爆炸 难道是被遗忘者杰克 他不希望杰西卡回忆地下室的那段屈辱经历吗 那他还真是个多情之人呢 而后来杰西卡再次醒来 看到的被遗忘者 回想起了过去 也回想起了杰克 被遗忘者说 我能活着全靠他们 他们和雷克斯博士截然不同 然后便不受控制地攻击杰西卡 最后杰西卡和队伍不得已杀死了杰克 随后杰克的通信器响起 对方一直在呼叫杰克的名字 杰西卡认为通信器另一头的那个人 就是杰克提到的他们 一行人根据信号定位找到了他们 见到的人却是索伊 原来自从杰西卡和杰克 二人逃离研究所以后 索伊便一直在寻找他们 因为此时索伊去劝阻雷克斯博士无果 他便开始组建自己的复仇联盟 杰西卡 杰克 刀锋战皇 超级战士团队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之后杰西卡跟随索伊一同离开了这里 但是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超级战士 死亡天使 队员们在高塔上与死亡天使进行对抗 但因为身处劣势而节节败退 可就在这时 死亡天使从空中禁止坠下 死在了队员面前 就和先前的刀锋战皇一样 在这里索伊也讲出了全部的真相 这个背后的第三方势力 就是杰克拉斯财团 这个财团在全世界有着极为庞大的地下组织 就连雷克斯博士也只是他其中一枚棋子 他们是连我们也难以撼动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杰克拉斯没有消灭杰西卡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杰西卡也是超级战士之一 他有着异于其他超级战士的优秀基因 根据自身产生的不一样的变异 如果顺利拿下杰西卡 今后对杰克拉斯财团有着相当强大的推动 根据战神杰西卡的介绍 他在索伊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自我 进而成功掌握了这份强大的力量 此后加入了宙斯顿研究所 看来杰西卡才是那个最强还没有爆发的超级战士 如果他被杰克拉斯带走 或许他会变成MISS J 疯狂爆破手那样的超级战士 希望在以后能看到更多战神杰西卡的表现吧 我们把视线放回CT阵营 病毒在全世界大规模爆发后 情报局开始怀疑一个名为落日军团的组织 于是他们派出老牌特工崔志云秘密遣入 可在潜伏不久后便失去了联络 情报局为了确认崔志云的情况 便派出了情报局新人孟瑶前往调查 并暗中监视崔志云的踪迹 之后便在沙漠区域遇到了崔志云和伊琳娜 查先生送给了伊琳娜的礼物 一行斗兽撞塌了楼层 崔志云坠楼晕了过去 孟瑶知道了崔志云是清白的 搜寻后得知崔志云被关押在了落日军团的一个基地内 后来成功救出了崔志云 崔志云在这里交代了调查的真相 他说有人在幕后操控并资助落日军团 并把大量类似僵尸的生化兵器 卖给了全世界的T阵营组织 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财团的创始人 道格拉斯雅各部 随后孟瑶一行人击败了查先生 带着崔志云离开了这里 另一个故事块是关于海军和海盗 这条线相对独立 目前还没有完全进入主世界的剧情 身为加西亚海军的指挥官路西亚 和手下的德力猛将恩佐 恩佐当初在海上截获了一只运输船 而集装箱内装载的全是僵尸 这真是道格拉斯要卖给全世界T阵营的货物 而恩佐的海军部队捕获的只是其中一艘 在地图运输港中 可以看到集装箱内都印着科罗诺斯的标志 施洛之城爆发僵尸的起因 是因为雷克斯博士 而让全世界病毒加速爆发的始作俑者 就是道格拉斯和T阵营 之后路西亚和恩佐带领队伍逃出了海军基地 清理掉船内的僵尸和大螃蟹Big C以后 恩佐说 假如海盗和道格拉斯有关系 而关于海上的运送一定会和海盗签订协议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知道是谁了 他就是米加勒 印度洋规模最大的舰队队长的独身女儿 同时也是一名一级通缉犯 因为道格拉斯如果要走水运 势必会惊动身为海盗的米加勒 而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 帮助道格拉斯运送僵尸到全世界各地 恩佐当初捕获了只是其中一艘船 根据米加勒的个人介绍 他被安插在海军部队中 后来因为身份暴露离开了海军部队 这也是为什么恩佐会认识他 并在后来相遇的时候 恩佐会说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 这段时间你脑子出问题了吗 露西亚和恩佐后来截获了一个 反复发送的可疑信号 他们认为这是米加勒发出的 于是根据定位来到了一个岛上 这上面有着各种大型运作的设备 根据掉落的图纸 这里的人似乎察觉到有人前来 而慌乱逃跑 当一行人到达港口 看到了许多集中箱 里面装周的满是远比僵尸更为凶猛的恶魔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恶魔猎手和恶魔之子 恶魔之子是当初雷克斯博士 在释放异形斗兽的过程中 因透出基因发生的扩散传染 促使大量的生化物种变异 因此它和异形斗兽有着相似的遗传基因 看上去像是一个迷你版的异形斗兽 和它一同诞生的还有恶魔猎手 这也是为什么这两种僵尸和异形斗兽 外形有相似之处的原因 恩佐发现这里除了有僵尸 还有玻璃室管封闭起来的光学装置 在这里便牵扯出了宇宙势力 宇宙仲裁者 路西亚和恩佐根据杜牙传送的坐标 到达了深海的一座赚景平台 而后遭遇了一只体型庞大的机械巨尺砂的袭击 之后没多久 米加勒和杜牙驾驶潜艇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的目的便是借助海军的力量 消灭这只曾经属于他们的巨尺砂 通过对话得知 这只巨尺砂是道格拉斯作为报答赠送给米加勒的 而后来鲨鱼变得越来越凶残 使得米加勒认为不能再和道格拉斯合作下去 能让米加勒转向与海军合作 想必他也因为道格拉斯而失去了不少东西 在该地图复仇联盟的结尾 海军消灭掉了巨尺砂 米加勒有意向海军靠拢 还没有说出来的故事 想必是即将进入主世界的剧情 对抗道格拉斯的重要之处吧 最后我们回到宙斯顿研究所 因为道格拉斯的所作所为 而一头转向加入宙斯顿的卡里托 在得到了宙斯顿研究所的大致地点后 带着队伍朝着这里出发了 然而宙斯顿研究所从外部看来 也已经被僵尸占领 而后来在伐木场遇到几个激临死亡的人 他们说你也和他们一样吗 这里提到的他们 就是后来遇到的伊丽娜队伍 伊丽娜带着一大群的XT300 朝着宙斯顿研究所进攻 这几个激死者也成了她的刀下冤魂 随后卡里托队伍碰到了伊丽娜 她正在门外的空地进行屠杀 而刚好遇到了反承贵来的烈焰号 烈焰号一路狂轰烂炸 把伊丽娜的队伍炸了个708落 伊丽娜也只好撤退 从这里可以看出 曾经X先生希望能和伊丽娜合作 现在伊丽娜带着曾经先驱者公司的作战兵器 铁甲威龙 看来她已经加入了道格拉斯财团 因为这里的宙斯顿研究所 已经在伊丽娜的袭击中沦陷 烈焰号上的成员无法反承 只能在地下进行整顿 之后卡里托加入了这支副头联盟 一群人修理好了烈焰号 可道格拉斯的人依然不断袭击着队员们 使得烈焰号永远退役在了行驶的路上 之后便是对抗科罗诺斯的兵器要塞 巨神兵的故事 在这之后 索伊接收到了布莱克的消息 布莱克当初在先驱者基地救出薰以后 薰总是出现奇怪的头痛症状 这使得布莱克开始怀疑 薰被抓走以后接受了实验改造 于是联系到了索伊 但是现在手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 更多的资料还遗留在雷克斯研究所 于是布莱克和薰带领小队 进入了这个废弃已久的研究所 进来这里一路上 他们通过电脑内的数据 收集了各种资料和记录 在上面还看到了 杰拉德和吉姆曾经攻进研究所的记录 随后在研究所的其他区域 还看到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 最后他们来到了基地的中央控制室 时隔多年 这里的安全系统仍然在运行 安全系统将队员们当作逃脱的实验体 从而进行攻击 不过这台坚固无比的钢铁机器 布莱克和薰搭乘研究所内的工作机器人 走出了研究所 这为他们节省了不少体力 和索伊约定的地点就在这里 可这个地方一点也不像研究所 更像是某个商场的外围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索伊会约定在这个地方见面 而后看到了不少嵌入炸弹的箱子 这为他们前进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他们不断引爆炸弹开辟着道路 之后绕过商场后方的货物装卸区 打开了货商大门 布莱克一行人进入后 在这个仓库里见到了他的老战友 杰拉德 因为当初杰拉德和吉姆 在打败雷克斯博士以后 加入了索伊的联盟 现在布莱克联系到索伊 杰拉德也终于有了布莱克的准确消息 布莱克见到杰拉德十分惊讶 问道 杰拉德怎么会是你 索伊在哪里 杰拉德说 索伊博士已经转移了 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个 而杰拉德紧接着说 不想死就快点跟上 看杰拉德这么着急离开 似乎后面有什么追兵 在这路上杰拉德说 你当年留下的烂摊子 可把我害得不浅 布莱克说 当时如果我不那么做 我现在可能没机会站在这了 而杰拉德却反潮说 说到底 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老家伙而已 随后 布莱克把找到的资料给了杰拉德 杰拉德上传给了索伊 索伊便开始了对资料和薰的分析 布莱克接着问 上次袭击雷克斯研究所 是不是你带的对 杰拉德说 这事可不简单 因为布莱克之前和薰到达雷克斯研究所 看到的是弹痕累累的废墟 而后通过电脑内的记录 知道了是吉姆和杰拉德的进攻 所以布莱克会问到这样的话 他们一行人最后通过了仓库的通风口 来到了一个餐厅 打破了燃气管道 炸开了墙壁 在这里遇到了本关的boss 疯狂爆破手 杰拉德说 该死 又追上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两人相遇后 杰拉德让布莱克赶紧一起离开 而索伊被转移 也是因为这个boss一路的追杀 队员们立刻开始反击 而这个家伙向队员们抛洒着炸弹 顿时商场内大火四起 一番战斗后 随着一声爆炸 这个家伙逃离了这里 薰布姐问道 这个怪物是什么 杰拉德说 那是道格拉斯改造的超级战士 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 还保留了些许人类的意识 其实和僵尸没多大的区别 只是更加聪明而已 雷克斯博士只是一枚棋子 道格拉斯雅各布才是那个下棋之人 索伊已经整合了一支队伍 准备和他对抗到底 布莱克听完说 你这是打算拉我们入火吗 话还没说完 那个炸弹人再次出现 可一番战斗后 仍然被队员们打得不知所忠 于是队员们抓紧时间撤离这里 此时索伊分析的结果出来了 已经确定薰接受了超级战士的改造 不过他体内产生了少量的抗体 导致改造生效的进程减缓 不过这样下去的话 还是难逃被完全改造的结果 目前只能通过妖物暂时压制 或许从道格拉斯那里拿到更多的资料 会有新的突破 布莱克听后心里十分难过 他很担心薰会变成那样的怪物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随后队员们来到这个停车场 再次遇到了那个炸弹人 但和之前还是一样 背队员们打得不知去向 他就像一个苍蝇一样 不断的在队员们眼前出现 随后又消失不见 薰说 这个怪物和跟踪狂一样玩强 说起跟踪狂 我觉得维克特应该更有发言权 在室内再次打跑这个家伙以后 薰又感到了头疼 杰拉德察觉不对 立刻呼叫了直升机 穿过了公园 最后来到了商场的电梯 接通了电源后 他们到达了楼顶 而此时爆破手从远处一跃而来 阻碍队员们离开 不得不说 这个爆破手其实挺聪明 他居然会用我们玩家常用的爆雷跳 只不过他跳的跟我差不多 随缘落地 他还利用C4扎掉地面 最后一番战斗 爆破手看自己寡不敌众 一跃而起逃离了这里 布莱克想了想说 我想好了杰拉德 为了能治疗好薰 哪怕希望渺茫 我也愿意尝试 干掉道格拉斯 也算我一个 至此 前嫌禁事的剧情到此结束 时隔多年的杰拉德和布莱克终于相遇 如地图名一样 二人前嫌禁事 不过 布莱克曾经丢下的烂摊子 导致杰拉德吃了不少苦 相信以后杰拉德也会在布莱克面前 多几分傲娇吧 剧情伴随布莱克加入索伊的联盟 而告一段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故事流程进行拆分 看看当前的故事进度和几大事例吧 首先索伊已经集结了杰西卡 孟瑶 崔智云 杰拉德 吉姆 维克特 卡里托 还有刚刚加入的布莱克和薰 虽然位于伐木场的宙斯顿研究所已经沦陷 但研究所的基地一定不止这一座 另一边 道格拉斯可以说是得罪了所有人 连多年忠心的卡里托雇佣团也被他亲手扔掉 目前还有一些没有消灭的boss Miss J 疯狂爆破手 还有洛日军团 伊丽娜和诺曼 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T阵营 而港口堆积的段宇雷魂 其能量核心已经被宇宙仲裁者进行了回收 他们会不会进入大灾边的故事剧情 就要看编剧以后怎么写了 我希望这只是单纯为以后出某个新模式而引出的彩蛋罢了 或许让宇宙势力结合合合金模式再次上架 也是个不错的创意 这样玩家既能挽回合金模式 也能让宇宙势力这个坑能顺利填上 而海军和海盗 目前而言他们面对同一个敌人 道格拉斯 双方战时达成的合作 如果剧情得以延续 便是他们直面对抗道格拉斯 而道格拉斯研发的超级战士 可远远不止前面提到的这些 他能随意运送BIGSA一般的变异螃蟹 也能征送米加勒被改造的鲨鱼 就连集装箱内装载的变异僵尸 也是异常凶猛的恶魔猎手 想必他还有更多的存货没有露面 而拥有人类意识的超级战士 想比一行斗兽更加聪明 战斗时懂得自然而退 看来想要消灭道格拉斯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或许可以像电影《生化危机6》那样 成功研制疫苗 等待疫苗扩散 让世界慢慢恢复 有这样一个草草了事的结局 或者将所有元素 加入到地道者模式中 让玩家自由发挥创作 延续出各式各样的故事结局 但我想身为玩家的我们 更希望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13年前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名为 《生化危机》的地方开始 从一个名为 《失落之城》的地方开始 由一群扛着毁灭者的 愣投情团结抵抗 那时单纯的我们并不会想到 让我们害怕的僵尸 如今成了我们手里稀稀的玩偶 猎魔人最终却成了魔 在故事剧情里 我们希望看到正义得到壮大 邪恶得到惩治 如同大哥拉斯 我们希望看到他和雷克斯一样的结局 希望看到这13年来 玩家的心血不会复制一句 也不会因为宇宙势力的介入 让故事剧情烂尾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故事的一员 那我们在最后 再为编剧送上一句 适可而止吧 CS Online即将迎来第14年 时光飞翅 弹指一挥间 回想2008年 那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 而关于游戏 2008年12月9日这天 世纪天成在上海召开了 反恐精英Online公册的新闻发布会 并宣布 反恐精英Online在经历了 为期两个月的技术封册 和大规模的内测后 将在一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 正式登陆中国 那时候还年幼的我们 或许不懂什么叫未知疯狂 也不懂什么叫精神 什么叫信仰 我们拿着M4和AK 杯子C4朝着木门开火 后来生化模式上线 那几具僵尸语音 永远地烙在了玩家的心里 之后几年 游戏持续大火 我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队友 体验到了团结 我们的身后站着值得信任的兄弟 直到有一天 一条黑龙加入了房间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从那以后 没有了信任 没有了团结 你成为了三分 倒在了队友的斧子之下 我的背后没有了兄弟 有的只是一个虎视眈眈盯着你 希望你能变成僵尸的神仙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 也是梦醒的地方 梦醒后恍如隔世 回想这13年 仿佛变化了很多 仿佛什么也没有变 游戏还是那个游戏 我们还是那个我们 但现在的我们已经退去了志气 有了自己的生活 再也回不到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七二街 逛逛那个熟悉的仓库 意大利的流声剧 还在默默循环的那首歌剧 而我们永远也找不回那些 一起听过音乐的队友 神仙武器在手里用的越来越顺 毁灭者在手里却变得越来越轻 他的分量应该很重的 不是吗 视频到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非常感谢你能看到最后 一个游戏如果一成不变 一定会被几箱灭亡 或许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带病生存 可无论如何 我还是会在行侠之余上线 去玩这个赔了我十几年的老游戏 因为 我确实舍不得 好的 反恐不倒 精英勇在 我是穿板鞋的猫 我们下回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栏都下来是